孙艺航带着大家又一次来到了河边 找到了一些道具 大家决定找出幕后的人 并救出我的时候 我却安然无恙地出现了 波罗不要追 你上了火车就再也回不来了 天亮了 东西都带全了吗 雨伞 雨伞也带上 外面还下着小雪 我用保温杯带着热水 林沫现在一定很冷 找到他就能立刻给他喝 好 还是没有消息吗 那你也准备准备吧 待会儿我们去林沫失踪的地方再找找 不吃早饭了吗 你们吃就好 我不饿 什么 你们昨天又看到了幽灵火车 嗯 那么说 幽灵火车是真的咯 大概 我现在有点乱 抱歉 迟 还有大家 我应该再相信你们一些的 没关系了 那个火车是什么样的 你们看清楚了吗 没 光太刺眼了 忽然出现 忽然消失 没有任何征兆的 不过 声音很响 感觉 应该很大吧 能忽然出现 忽然消失 我准备追上去的 不过 十一阻止了我 哦 啊 我觉得太危险了 就拉出了河洛洛 干得不错 之夜 的确是太危险了 哥 你是猜到什么了吗 啊 没有啊 我们走快点吧 再晚点 你莫真的要动死了 我总觉得 孙一航在瞒着我是吗 似乎还不止一个人 怎么又有鸡蛋壳 方承睿 你昨天 到底拿走了几个鸡蛋啊 啊 就两个 就两个 那你看 这地上 还有铁轨边上 怎么了 黄 黄 黄鼠狼 死了 哎 这里也有啊 其实 河边也有很多 死黄鼠狼 舌头 伸得有这么长 呃 我们赶紧走吧 真的有这么长 你看啊 文伟 我装这么像吗 呵呵 孙一航 林沫失踪的地方 是在通往山那边的方向 不是这边 我知道 那你怎么 还往那边走啊 山那边 你们昨天不是已经找过了吗 我想 如果把林沫的失踪 和由林火车联系到一起的话 不应该去河那边也找找看吗 河那边 你们昨天不是一直待在那边吗 是啊 或许 我们和林沫走岔了呢 好了 孙一航 蹲在铁轨上干什么了 这里 还是那么阴森森的 你在看什么呢 你别告诉我 林沫藏在铁轨的缝隙里啊 很轻松 我只是在印证我的一些想法 那么 发现什么了吗 你看这里 铁轨上出现了亮银色的金属划痕 那又怎样 哎 你是说 有谁最近使用过这根铁轨 嗯 难道 是绑走林沫的家伙干的 哎 忽然感到很对不起方成瑞呢 看来 幽灵什么的 并不存在 找到了 真的在飞去的屋子里 不过 怎么有一个超大号的射灯 等一下 这里还有发现 这个是 可以在铁路上滑行的板车 孙一航 你会算命吗 你怎么知道会有这些 我也是猜的 也不是百分百确定 不过 知道了这些 我想 大概是能知道 幽灵火车的真面目了 光靠一个舍的 孙一航 你是怀疑我和迟翼 在说谎吗 你们没有说谎 只是某人 抓住了关键的三点 一 声音 二 灯光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 在白天看到过火车 而非得是在晚上 不在晚上出现的 还叫幽灵吗 我闭嘴 你们继续 我觉得伪造幽灵火车的人 就是利用人们的知识盲点 大家回想一下 昨天晚上的事情 在断电的时候 眼前一片漆黑 这个时候 幽灵火车出现了 大家听到了声音 洛洛和迟翼 忽然看到了火车 但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忽然从一个很暗的地方 接受到强光 就会暂时性地 看不清周围的东西 所以 我在想洛洛和迟翼 看到的 或许就是这个射灯 而并非完整的火车 但 好吧 我承认当时的记忆 有些模糊 可是你也看到了 这种直进一米的巨大射灯 又是怎么消失的 就算当时光再强烈 我想适应过来 只有五秒钟左右就够了 而且 我们是看到列车 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的 最重要的是 列车是突然消失的 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让这么大的射灯 达到那么快的移动速度呢 我知道 一定是用这个 可以在铁轨上行驶的板车 当时 晚上下着雪 雪地上 确实留着两道痕迹 不可能的 你们看 板车只能在轨道上行驶 而且 这种板车的行驶速度 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 如果 还带着射灯的话 根本跑不了多远 就传忙了 如果 把射灯和板车 放在高处 往下推呢 嗯 说不定 就能达到速度 毕竟我们住的地方 是在下坡 那也要保证 板车高速滑行的过程中 不会翻车 就这个简陋的板车来看 不太可能 是啊 而且我们的房子门口 可没有轨道 要搭建轨道的话 那太容易被发现了 板车的作用 确实是撞射灯 只不过 并不是用来伪装 幽灵火车 仅仅把射灯 运到这里藏起来而已 刚刚 看到铁锅上的痕迹 就能说明 那射灯 是怎么突然消失的呢 这 就是伪造幽灵火车 最关键的第三点 忽然出现 忽然消失 如果办不到 就不是幽灵 而是又作剧了 好了 你别卖关子了 快说 其实这个方法 说穿了也是一文不值 我也是看到射灯之后 才发现的 你们看 射灯的顶端 两个固定的凹槽里 是不是有两条 黑色的痕迹 对 还真有 这个是啥 你们还记得 李末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们门前的电缆吗 那是岛上之前 电车巴士留下的 我观察过这里的地形 我们的房子 处在下坡面 而且电缆刚好在 房子前面不远的地方 拐了个弯 进入了水平面 也就是说 只要把射灯打开 站在上坡 并挂在电缆上 利用下滑的冲刺速度 完全可以做到那种 呼啸而过的感觉 但是只有亮光还不够 那声音呢 是手机 我刚刚网上随便下载的 只要一个小小的蓝牙音响 或者别的扩音器 就能办法 有信号了吗 你怎么不早点 跟我们说 我先打给李末 是啊 早该打了 通了 你们听到了吗 好像是李末的铃声 李末是你吗 你在附近吗 李末 嗨 大家都在啊 一天不见 有想我吗 未完 待续 不见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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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